民众的荷包又要缩水了 春节连假才刚过完 但是不少高级吃到饱餐厅都陆续喊涨 我们来看到光是南部有好几间知名餐厅 从2月份开始都调涨价格了 像是汉来海港餐厅 万豪酒店还有连上饭店 涨幅几乎都落在30元到90元不等 各式料理精致上桌 再搭配高质感灯光气氛 来到自助餐厅 满满仪式赶下吃美食简直享受 但这春节都还没过完 业者已经受不了 2月1号开始纷纷喊涨 今年就有准备它会涨价 百五以内吧 因为它提供的东西其实也蛮多 其中光是南部就好几间知名餐厅 在年初开出第一枪 像是在去年就已经涨过一波的汉来海港餐厅 这回除了台北分店以外 平日午餐下午茶晚餐等 都调涨30到60元不等 而万豪酒店吃到饱自助餐厅 平日及假日用餐 也跟着调涨50到90元 另一头舒适百会餐厅 则是除了晚餐维持原价 其余时段统统调涨40元 另外连上的帕里巴黎 不论是平日或假日 用餐也喊出调涨30到70元 整体涨幅约3到11% 进口食材进价方面并没有 因为年节过后调涨 真的是已经承受不住通膨 我们这一次除了调整价钱之外 其实在菜色上面 我们也做了全面的更新 毕竟原物料样样都涨 再这样下去 难免业者吃不消 多数民众听闻消息也都能理解 只要不要太夸张都能接受 现在盐护料都涨了好多 想吃还是一样会去吃 它的菜色跟品质都要提升 价格一涨 民众荷包缩水 餐厅考验只会多不会少 要如何维持品质 从中平衡 让消费者受到的影响 降到最低 业者恐怕还得动点脑筋 出找应对 这有成本是陈奕宇高什么的 起碼了好多了 下巴 还好多了 点击